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还可以报仇 不然我第一个天根本就是贪的 那这个部分是定值的部分 特别谢谢桃园市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合作社 刚刚陈理事主席分享的就是 青年人用这个创意 他们把机械 各种不同的这个机械 组合成起来 然后包括不同的农事的 这样的一个季节性的工 能够做一个换工的模式 我想这个才是我们今天 发展各种的政策工具 让青农 可以透过创业能够组合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青年 农民进到农业 不是只有从事一起生产 也可以比照刚刚的 生产合作社 他们可以成为叫做更新 反来说机械的代工 或者是各种农事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推动到 農产业里面来 调整结构 希望各位青年农民 不只要学会生产 同时我们后端的 产制除销 都能够把它整合起来 准备在河梅香农会 来成立第二次的部队 这也是配合我们中央政策 当然最重要的农民 查验没有许 我认为主委员应该协助一下 我们中央地方 让老板先出一点 再就是这样的协助一下 其他的技术面的问题 管理单位 农开场 都OK的 技术都OK的 那主要就是 生产器材的协助 做好我相信 农民就一定得到 这个农事的一个机制 向大家一起 一起协力 改造 翻转台湾的农业 一枝不锈 明镜需要农业